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要考察的地方是被誉为海上仙山的长山列岛 缥缈的海市市楼归立了古庙幻影 俊秀的碧水青山让长岛名造天下 也赋予了长岛神秘又神奇的色彩 随着航海业的发展 曾经的海上仙山早已经退去了神秘的念砂 如今这里不仅有常住居民 游客也可以通过水上交通工具抵达长岛游览观光 然而最近长岛发生了一件怪事 位于长岛中部的驼鸡岛上 普普通通的石屋 大家竟然纷纷传言 石屋里藏着不一般的宝物 这宝物究竟是什么呢 石屋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地理中国考察组决定前往驼鸡岛一探究竟 庙岛群岛也叫长山列岛 简称长岛 位于黄渤海交汇处 这些苍翠如带的岛屿宛如一粒粒宝石 相见在烟波浩渺的渤海海峡中 那些传说中藏着宝物的石屋 位于长岛中部的驼鸡岛上 地理中国考察组 首先来到与长山列岛隔海相望的蓬莱 从蓬莱乘客船到达南长山岛 再从南长山岛换乘考察船前往驼鸡岛 尽管考察路程十分辗转 但藏宝石屋还是吸引着考察署上岛一探究竟 随着船舶驶向渤海深处 风浪开始变大 船也左右摇晃起来 加上长时间的航行 考察署成员出现了严重运船的情况 我们刚刚出海的时候 感觉风浪还可以 但是过了珍珠门 到了海之后 风浪就变得特别大 大家忍不住困惑 拖鸡岛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为什么有人要把宝物藏在那里的石头房子里呢 经过两个小时海上颠簸 驼鸡岛终于出现在大家眼前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座矗立着灯塔的石头小岛 驼鸡岛 站在驼鸡岛上远眺 考察署看见 对面的村子仿佛一把红绿相间的大伞 连接驼鸡岛和驼鸡岛的大堤是伞坝 起伏的地势和错落有致的防射构成了伞盖 考察组首先来到位于驼鸡岛中部的村子 看看这房子 明显的这些石料都是雕刻过的 上面还有一些花纹 看这儿还有一些花纹 一座精巧别致 古朴厚重的海草房 更是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房子得有年头了吧大爷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 我看这个房子的建制 这边有一间 那边有一间 这边有一间 这是三合院 这也是这个岛上的传统吗 一合都 海草长到一定高度后 海潮又会将其成团卷向岸边 生活在黄渤海一带的渔民 常常将这些海草打捞晒干 它们是耐风轻海时的建筑材料 海草含有大量的盐分和胶质 用它做成厚厚的房顶 房屋不仅冬暖夏凉 还防重铸和煤烂 但是由于工艺极其繁复 岛上的居民已经很少再为生活居住建造海草房了 数量稀少和独特的民俗价值 使得海草房成了人们稀罕的宝贝 传说中的藏宝石屋 是否就是这种精美的海草房呢 可是在随后的走访中 考察组了解到 那些传说中的藏宝石屋并不在这里 而是分布在陀基岛西南端的摩石嘴村 也就是我们登岛伊石 在陀子岛上看到的大伞 在向岛的带领下 考察组来到摩石嘴村 一进村 考察组就发现 这个村子的石屋 与岛东头的石屋相比 不仅矮小 气墙的石头更像是随意堆砌 这让大家十分困惑 这些老旧的石头房子里 究竟藏了什么宝贝 考察组决定 对石屋进行深入考察 沿着这一条巷子走进村子 考察组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 从这条巷子外面看 感觉此地只有两三户人家 可是走进巷子却发现 巷子里其实有很多户人家 也就是说 初来乍到者 如果仅从海上或在路边看村子 会误以为此地人烟稀少 但深入其中才发现 村子里其实人烟覆盛 别有洞天 这座村子为何要做如此设计 它是要隐藏什么秘密吗 这个弄场我觉得比较有特点 就从外面看实际上觉得很狭小 但是我们进来之后会发现 很多很多户人家都住在里面 里面空间很大 对对对 这个是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明朝末年 直到穷朝楚年的时候 那个海盗还是比较弱的 所以说它当地的这个族银 为了自保 那么它在这个靠近海边 或者靠近大陆的地方 就这么一个基建方法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门 让你感觉到这几户阴影 那么你进来以后 它别有洞天 它实际上等于是一条巷子 串着两边的一组一组的四个罐 根据郭贤坤的解释 这座看似普通的村子 实则暗含玄机 藏宝石屋 莫非真的藏有什么宝贝 在当地大案馆 考察组查阅了所有 馆藏史籍和资料 却都没有找到 长岛有关藏宝的传说和记载 郭贤坤也说 他在长岛生活了几十年 从未听说过关于藏宝的故事 村民们更是从来没在 自己居住的屋子里挖到过宝藏 那些传说中藏宝的食物 究竟藏有什么宝物呢 考察组再次回到磨石嘴村 正巧碰到一位正在磨刀的村民 我们摊这个磨石 和磨刀叫磨石的 村民说 这个村子出产的磨刀石 不仅磨刀块 而且从来不会让刀刃出现缺磕 因此在过去 常常有人不远千里 来到此地购买磨刀石 而在旁边石屋的墙上 就有不少磨刀石 考察组在同村民 一起查看石屋墙上的磨刀石时 却发现石屋墙上 有些石头近似椭圆形 形状酷似声名赫赫的 长岛球石 所谓长岛球石 就是海滩一种特殊的卵石 它不同于一般的卵石 不仅色彩炫地 图案精美 而且纹路奇特 极具收藏价值 但是最近几年 为保护长岛生态 当地相关部门 明令禁止开采球石 村民的说法 让考察组不禁联想 陀基岛的居民 惯用当地石头建房 莫非是村民将那些 具有收藏价值的球石 当作了建房材料 以至于出现藏宝石屋的说法 在象岛的带领下 考察组来到 与陀基岛相邻的大青岛 寻找答案 长岛的不少岛屿 都出产球石 但由于大青岛 东村海滩的球石 数量多 个体硕大 颜色丰富 它们有的像马脑 有的似翡翠 让人伤心悦目 这位守护球石的独臂老人 叫孙家盛 人们称呼他 是球石摊上的一把手 老人铁面无私地守护 让这些绚丽多彩的球石 能很久地留在 这片开放的海滩上 我们将长岛求石 并非长岛求石 那么藏宝石屋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宝物呢 走出村子 考察署看到海面上 一群人正在辛劳忙碌着 它们奇特的装束 引起了考察署的好奇 只见它们 穿着橡胶连体下水衣 头套橡胶潜水帽 向导介绍 陀基岛附近水质较好 海参海胆产量疾风 现在这个时候 正是海胆丰收的季节 可是这些野生海针 都生活在海底 为了捡到它们 应运而生了一种特殊的职业 当地人称为海猛子 它们都是潜水高手 身怀绝技 利用最简单的潜水装备 也能一口气扎进海底 获取珍贵而鲜美的食材 打碎了 再往底上酿酿呗 我给你水饶一下 虽然这些海鲜价格不菲 但是渔民们也绝不会因此合则而鱼 他们深知为海洋留有空间 才能让自己的好日子更长久 时尽中午忙碌了一上午的海猛子收工上岸 我们和他相伴回到摩石嘴村 一路闲聊竟然意外获知藏宝石屋的真相 买房主要是要这个石头 把房扒了要这个石头运动 做宴台用的石头非常值钱 在清代乾隆年间 长岛曾经上供朝廷一方 驼鸡岛出产的金星雪浪雁 乾隆皇帝使用这方雁台之后 龙岩大远 赞叹 驼鸡石刻五吃盘 寿莫何须夸马甘 这驼鸡石指的就是驼鸡岛出产的金星雪浪雁 而马甘则是广东省赵庆市的端雁 该雁城马甘色是雁中的佼佼者 但在乾隆皇帝看来 金星雪浪雁完全可以媲美端雁 这就使得金星雪浪雁一下子声明确起 其价格在收藏界一直居高不下 那么这金星雪浪雁究竟有何神奇呢 向导说 据说制作金星雪浪雁的石料 质地坚硬 含有金星 纹如雪浪 用它做成的雁台细腻平滑 言不起磨 色不至比 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在村民的指点下 考察所发现 摩石嘴村的许多石屋石金 果然有不少带有雪浪雁的石头 如果他们都是制作金星雪浪雁台的石头 那么也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传说这里的石头房子藏宝了 他说盖好这个石料 现在外地有好多音学 这个石头确实做验天的石料 可让考察所感到困惑的是 如此名贵稀少的雁台 当地百姓居然用其原料来盖房子 对此还不以为意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王守双 仔细查看石屋上的石材后 断定那些有着雪浪雁样的石材 并非精品金星雪浪雁的原料 细致的雪浪 这些石料 做雁台的石料是非常少的 这些都不行 王守双说 陀基岛有一种独特的石头 带有金星和雪浪雁 叫陀基石 用这种石头制作的雁台 叫陀基雁 其中的精品叫金星雪浪雁 可是如果仅仅依据外形和图样 不知旧理的人很容易认为 石屋墙上的就是精品 金星雪浪雁的原料 这让大家一头雁水 都是带有金星和雪浪雁的石头 为何会有差异 王守双是土生土长的陀基岛人 没有谁比他更了解陀基岛上的石头 他说 岛上这些带有金星和雪浪雁图案的石头 大都出自陀基岛的西海岸 一个遍布彩色花纹石头的神奇海滩 当地人称之为彩石画廊 当考察组终于站在西海岸的海滩上 看着眼前千字百态相连成片 仿佛把海浪印在石面上的各种石头时 每个人都被深深震撼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花纹 绝不雷同 有的仿佛拍案的惊涛 有的酷似奔流的江河 但都是一幅幅精妙绝伦的画卷 在海浪的抚摸下 每一块静默的石头仿佛有了生命 述说着陀基岛的亘古传奇 看着是很漂亮啊 看着挺漂亮 你看这三块石料 一二三 这三块石料 你看那一块适合作艷 可能是这个好 对的 这个越漂亮的石料 越不适合作艷 我们在调查当中发现啊 这磨石嘴村石屋中的那些雪浪滚滚 蓝白相间的石头 虽然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金星雪浪艳石的原料 但是它本身确实很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不需经过太多的人工雕琢 只要让其天然之色显示出来就可以展现大自然的龟斧神功 它们也因此成为了陀基岛上的一宝叫盆景石 王守双说啊 这些石头里混杂着的少量石头 可以做成普通的陀基岛 但几乎都不能够做成陀基岛中的精品 也就是乾隆皇帝赞扬的那种可以媲美端艳的金星雪浪艳 那到底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够制成金星雪浪艳台呢 金星雪浪艳和普通的陀基岛又有什么区别呢 几十年来 王守双寻遍了整座陀基岛 发现能够找到金星雪浪艳石的开采点只有一个 它位于海岛西侧悬崖下面的一处洞穴里 当地人称之为艳台洞 但是下到洞穴的山路极其陡峭 安全起见 考察组决定乘渔民的小船前往 机动渔船在海面上击齿 岸边陡峭的崖壁从眼前快速地闪过 考察组终于来到 艳台洞所在的海岸 让考察组成员始料未及的是 由于山体滑坡 艳台洞已经坍塌 完全被碎石掩埋 考察组根本无法进入洞穴 一堵金星雪浪艳石的矿脉 那个塌方塌掉了 这边一看都看出来了 整个里全部塌掉了 岩台洞的坍塌让大家十分惋惜 可是长岛大大小小的岛屿中 没有陀基岛的西海岸 才出产媲美端艳的金星雪浪艳 大自然为什么格外眷顾 这一小块地方呢 张云吉 鲁东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副教授 对长岛地质和自然地理 有着深入研究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正好是 它的西海岸 它的西海岸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条南北向的大断裂 然后我们刚才坐船也可以看到 这个断裂面呢 它是向西倾斜的 而它的这个对盘 是下降盘掉在海里的 所以它的西盘是下降的 它的这个东盘呢 是相对的上升盘 张云吉分析 大约在八亿多年前 强烈的地跨运动 使山东半岛大部分地区下沉为海 海底堆积了巨厚的泥沙 独独在今天的驼鸡岛海域 白色的石鹰沙和泥沙 层层沉积 相见排列 再经过亿万年的沉积 石鹰沙和泥沙变质成岩 又一次地跨运动 它们被挤压 隆起成山 露出水面 而驼鸡岛的西海岸 由于处于南北向的大断裂带上 将这些埋藏在山底深处 蓝白相间的沉积变质岩 显露出来 根据专家解释 这些蓝白相间的沉积变质岩 一部分裸露在风吹浪时中 它们是让世人震惊的彩石画廊 而另一部分则仍旧沉睡在洞穴里 浸泡在海水中 它们最终形成了媲美端艳的 金星雪浪艳石 大家在艳台洞前的海滩上 耐心地寻找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 竟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挺大这块 这块细得非常好 这是真正的燕台石料 放在一起这么一对比 你都看出来 这个石料非常细密 这个阳光底下还真是能看到 闪闪发亮 其实闪闪发光它也有 王守霜说 金星雪浪艳的石料 呈深青色 细腻油润 雪浪纹样如云浮动 但明显比彩石画廊的彩石 纹路秀起 更加难能的是 至于阳光下 石面上星星点点 这是金星雪浪艳石 才有的独特光泽 也是行家 鉴别金星雪浪艳石的重要依据 可金星雪浪艳 为何能拥有 媲美端艳的石用功能 这些闪闪发光的物质 和雪浪纹究竟是什么呢 这里面的石鹰 它就是两种状态 这个条带呢 它是石鹰 但是这个黑色的 这些绢云木屋里面 细分散状的 也是大量的石鹰 专家解释说 分散在金星雪浪艳上 那些闪闪发光的石鹰 不仅让艳石变得更好看 在研磨石 还起到下磨的作用 使磨能更快地融入水中 而上好的艳石 小于0.01毫米级的 粘土细颗粒物质的含量 一般都在 70%至90%之间 金星雪浪艳中 这一粒级的 卷云母和绿泥石的含量 为85% 恰好介于中间 这两种物质 使得岩春的墨 论而不慎 正是这样的天作之河 让金星雪浪艳 积深了艳中精品行列 但这些精品 金星雪浪艳石料 属自然瑰宝 少之又少 可遇不可求 当这种艳石 成为博物馆馆藏的针丸时 陀鸡宴也以相似的形态 成为热爱它的人们的心宠 调查至此 又一个问题浮出水面 为何镶嵌着 这些珍贵石料的石屋 会集中分布在 摩石嘴村呢 专家解释 陀鸡岛上有八个村子 其他七个村子 都位于岛东边的港湾内 只有摩石嘴村 坐落于陀鸡岛西南 突出甲角处 也就是考察所登岛一时 所见到的散状位置 整个摩石嘴村 顺着平缓的山坳 沿海岸线 呈替字型分布 由于地势低洼 所以村里淡水资源丰富 而一旦进入寒风凛冽的冬季 三面环绕的山丘 仿佛壁弯护卫卫着村落 那些最初登岛的村民 正是看中了这片天然的宜居之所 才选择在这里定居下来 又因为它毗邻彩石画廊 于是村民们就近选择了 海岛西侧的石料建坊 也许就是在建坊选石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了金星雪浪艳石 并把它雕琢成艳 但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发现 才让这些自然贵赠 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 讲述着自然造化的神奇 一番调查 考察队终于了解了石屋藏宝的真正原因 这个宝物正是被称为 陀鸡三宝之一的宴台石 而更加深入的调查 又让我们发现了普通的陀鸡宴 宴石和金星雪浪宴石的差别 有人猜想 也许是那些最早在陀鸡岛 摩石嘴村安居的村民 发现了金星雪浪石的独特价值 并把它加工成艳石 既由这个艳石之名陀鸡岛 这个本来无名的小岛 成为了长山列岛中 声名远播的一座岛屿 这既有自然造化的神奇 也蕴含了人们匠心独具的 发现和创造 如今 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 在长岛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保护下 依旧以美丽的姿态 意义生辉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